兄弟们 看见了没有 今天天气预报显示我们这里杭州小山区 红色高温预警 温度是40度 但我现在明显感觉地面大概有个55度 我穿了一双Vans都觉得有点烫脚 但在这么热的天气里 我还是要顶着烈日 给大家试驾一部新车 在试驾这部新车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都看过花木兰对不对 那我一直有个疑问 花木兰从军这么长时间 是怎么不被同行发现 他是个女的的 所以今天我们试驾的是MG木兰 木兰这台车首先是在他的欧洲老家上市 你看选择在欧洲先上市 然后才国内上市 对吧 证明这是一台全球化的车型 然后这个也是基于上汽全新的星云平台打造的新车 前脸呢 跟一个X型的造型 然后也有一个矩正式的大灯 所以看就是追求运动性的那种风格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到侧面 这台车的车长呢 是接近4米3 轴距2705 所以说其实从车身尺寸来看 它是一台和大众ID3差不多的紧凑型 但是可以看它的离地间隙 它并不是一台SUV 对吧 它可能是属于台介于旅行车和SUV之间的跨界车 而且有一个细节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它的前旋还有后旋都是非常非常短 那么这一种四轮四角的设计 对它的操控稳定性 以及它空间的拓展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车尾上面首先 有两一个悬浮的镂空的扰流板 看起来还是很有杀气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凸起的贯穿尾灯 然后整个车尾 我的第一印象是很像我们之前拍过的一台 高端的电动车车尾 大家可以猜一猜像哪一台车 如果说MG木兰的外观 看起来非常犀利非常凶悍的话 它内饰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 看起来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居家 非常的日常 首先银路眼帘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异形的方向盘 放下是平底 但是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了 就这台车作为上期的存电车 没有特别大的屏幕 比如说我们前面液晶预表盘 是只有7英寸 那么中间也是一块 应该是10.25英寸左右的纵控屏 然后整体内饰的质感 说句实话 我认为是很难找到很多豪华的感觉的 虽然说它重控台包括上部和门板上都用了一些软的糖素的包裹 但是整体的视觉感受上还是会不免有一些塑料感 然后重控台的区域上面有无线充电的区域这点非常舒服 然后是一个旋钮的环灯杆 然后下面这里楼空了非常大一块 然后作为储物的空间 但其实是盖板拉小了之后 也并不能放太多的东西了 所以整体的内饰氛围还是比较居家的 并不会给你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到木兰的后排 其实我刚才说了2705的轴距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但介于它的空间布局 其实我觉得腿部空间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优点是它的座椅 还是非常非常的柔软的 填充非常的软 而且坐定的长度也很长 腿部是得到了支撑的 咖啡角度也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后排层坐输入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在车首先没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第二个座椅的中间 它是没有头整的 第三个也没有了后排座椅的中央扶手 知道吗 就这一块是没有扶手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后排的乘坐舒适度 还说不错 但是配置方面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是低配车型 还是高配车型 我觉得配置还是需要再提升提升 OK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MG木兰的动态实战的环境 其实说句实话 这台车所有的优点 我对它的印象深刻的地方都在于它的动态表现上 然后我们重点聊一聊这台车的底盘 因为这是给我最大惊喜的地方 这台车的重心非常低 我们在绕桩的时候 紧急变现的时候 整个底盘的姿态非常的贴地 侧倾也好 然后整个摇晃也好 是非常非常克制 第二个要给好评的是它的转向手感 首先阻尼给你的感觉非常好 阻尼的变化也非常细腻 它的车头响应也好 然后整个车尾的跟随性也好 在我们做金卡纳的时候 感觉它整个车身姿态是非常非常灵活 所以说这台车其实操控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是可以给好评 因为我们这一台也是一个后驱的版本 后桥有一个单电机 它们的顶配版是一个四驱双电机的版本 据说那台车可以做到0到100 3.8秒的成绩 而且那一台车 又是一个50比50的前后轴贺比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你要追求运动性的话 它的四驱版本一定会给你更加多的乐趣 然后驾驶的体验我们就聊到这里 后面就看这台车的售价 我们从内部消息来看 后驱的版本可能是5万左右 四驱的版本也会定在20万以下 那么我就想问一问 对于这台车 有一点后驱乐趣的电动车 你们会不会有兴趣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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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